彥虎 風飛進來了 好 我們現在去哪裡啊 今天是禮拜六嘛 媽媽今天有客戶呢 要去幫他填寫資料 所以我們假日呢 其實就是會全家一起去工作 全家一起出動啊 工作到哪兒就玩到哪兒 這樣子有沒有很好 好 媽媽很認真對不對 來到 餐長 我們要跟大朋友小朋友見面了 對 2月19號 沒錯 我來啦 我來啦 猪菜獎 媽媽你辛苦了 我先去鼓掌 那我們出發去吃飯好不好 好 出發了 好的 我們從早上跑到晚上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 八六點四十分啦 好啦 那我們要回家呢 你們要去游泳對不對 對 最開心的時刻來啦 晚間是一點多了 我們三寶一月媽媽 把小孩又哄睡之後 繼續跑來工作 我們家的小孩呢 他們都是要陪睡的 沒辦法自己入睡 這點是我們要 再跟他們溝通的 幫你做紀錄啊 我拍那個三寶媽咪夜屋就知道 不用怕 你的手 游泳的力 可以兩關了 拖 雞 雞 雞 給眼睛 搖 媽媽 我愛你 希望我以後再輩子給一個媽媽的小孩 為什麼要做業務工作 原本的工作是做財務會計 你花了工作的時間 一天平均大概八小時左右 然後薪水其實蠻有限的 所以就覺得那我如果踏入業務工作 如果我投過的時間一樣 所以我的努力更多 那我的收入是不是會更好 現在當你一旦做了業務之後 其實說實在的 我必須講我也不去 因為收入大概是我過去的 每個月的收入 大家說我過去的大概十倍左右 每天一樣八小時 因為晚上出去的時候 三保誰照顧 那基本上第一個當然是我來顧 風飛已經大了 其實比較不太需要顧 靖真的是上天帶來的禮物 他真的蠻好顧的 那爸爸就是要學會 一條龍式的花尿布 泡奶 餵奶 親胃 爸爸除了親胃沒辦法以外 其他是OK的 女主外男主內 那男主內把內的事情做好 那媽媽在外也放心 彼此之間就有媒娶 對我覺得這一切就是 身為三保業務媽媽的老公的一些的心情 我們現在準備 做那個媽媽專輯 口罩 因為媽媽去買菜 所以一定把哭了 看他的眼淚 很多人排斥業務工作 認為上班時間不固定 假日還要去拜訪客戶 有的時候還為了要達成目標 要到處去拜託人家幫忙做業績 收入也非常不穩定 永遠有開發不完的工作 非常擔憂 如果 加州的老婆要去做業務 那孩子誰要顧啊 家事誰做呢 老公也擔心老婆在外面跟男生談Case 談得很晚才回家 坐在家裡心急如焚 只好鎖命連環Call 被老婆掛電話更是她 這很不爽 女主外 男主類 老公的面子掛得住嗎 回到家也是啊 一直在那邊講電話 講電話 講電話 放著小孩不管 到底媽媽做業務 要面臨多大的挑戰 在很高級的花園 鐵板燒 等一下老闆就會進來的 哇這裡好漂亮喔 契機往往藏在轉型的痛苦裡 可口可熱創辦人伍德瑞夫也曾經做過卡車業務員 帶領麥當勞進軍世界的科洛克也曾經是奶昔機器的業務員 全球前500大企業的CEO大多數擁有業務背景 如果你還在猶豫要不要做業務 業務可以讓自己跨領域來學習 等於是打開了一扇窗 相信會有許多意外的收穫 如果你投入了業務工作 每當你挫折想要放棄的時候想起你的初衷 那是你繼續堅持下去的原動力 只要堅持 而且犯個方法 相信希望就在轉彎處 業務工作好處多多呀 它可以讓你幫助更多人 拓展你更多的視野 也可以加快你財富自由的速度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原地不動啊 但人生不就是來體驗嗎 何不試試看呢 對你有任何的損失嗎 大不了退回原點 人就是一出生什麼都沒有不是嗎 最後感謝一路支持我們的貴人 有您真好 我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請多多包涵 我們會繼續努力 朝滿足您的需要需求來前進 然後也感謝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願意支持 那我的孩子 其實有時候都會陪我去 可能是跑客戶啊 然後他都會乖乖在旁邊 所以我覺得當你的孩子跟你的先生認同 你這個行業 我覺得一切都其實是 就是蠻 我覺得是蠻值得的 我們要先不要的家 ans 萬鐵 也不好 感谢观看